四点钟大概跟我们讲 他讲大概七八点就要火化了 博士走的是连衣服都没有换 就是带着他们的学校的衣服 就这样子走了 我是博士爸爸 我真的舍不得 博士 短短 15岁就走了 我受不了 我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我相信 我博士现在已经在天堂了 知名编剧月清清的侄子 在确诊新冠肺炎后 引发心肌炎离世 得年15岁 9号追思会现场 白发人送黑发人 父母泣不成声 我是哥哥博士的 堂弟 哥哥博士 谢谢你 照顾我从小到大 可是你现在一定不在 你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名声 可是我是真心的老子 邪爸爸受访表示 儿子在29号快筛阴性后 隔天回校上课突然倒下 下午4点宣告身亡 从接获通知到火化 只有短短的4小时 让家人难以接受 法医然后有这个法 有检察官然后跟我们讲 火势确诊是32% 所以32%是很低的这样 但是死亡证明还是 当他是COVID-19的故事 后面为什么写的是重症 因为他是被判轻证回家 那我们也相信医院所说的 也相信殡仪馆所说的 必须要在24小时 做这个火化的一个处理 所以我们也去照这么做了 可是事后我们才发现 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不用这么做 让我们就觉得 有受到再次的伤害 4点钟大概跟我们讲 他讲大概7、8点就要火化了 而且我们还舍不得这么早 一直拖到8点 对8点多 其实要6点就要火化 对其实6点就要火化 但我们一直拖 就是还是希望能够 多陪博士一点时间 连他的衣服我们带过去的 也没有办法换 到哪边我们就不能靠近 然后就在哪边远远看到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很痛心的是 现在的是博士走的是 连衣服都没有换 就是带着他们的学校的衣服 就这样子走了 我们有没有办法给他洗澡最后 也没有办法看他最后 他就讲好都不会感染 但是为什么我们给我们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很痛心 很痛心 除了博士 还有2000多具的遗体 背后的这些家属们 假如这些家属们 他们有一些故事 或是有一些想法 想要写成文章的话 我这边也可以帮助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